像这台13Pro来货是2000多 像这台13PM的话来货是3000多 还有这台的话13PM来货的话也就4000多一点 你们不会还在考虑没有高刷的15吧 今年的手机市场可以用十分惨淡来形容都不为过 所以很多新款也纷纷开始打别出色了 特别是像小杨这种做二手手机批发的 很多价格也只能被迫跟着进行调整 最近就有很多人问小杨了 3000多余算现在入手iPhone15到底值不值 首先15作为一个首款带灵动岛的金属款机型 A16的一个处理器确实不可否认 不错但是后置只有两颗摄像头 而且屏幕素质虽然很高 但是它是没有高刷的 终究还是被拉开了一个差距 关键相同预算的情况下 接下来小杨讲的几款分分钟都是比较大 首先是13PM和13Pro了 虽然说A15比A16性能上要稍微弱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的发热控制以及稳定性都还得是A15更强 体验上面也更加的丝滑一些 后置就不用多说了 三摄旗舰难道不比15的双摄更霸气吗 那么这两款到底应该怎么选 如果考虑大屏长续航的 想要建议直接选13PM 像这种卡贴128G的 在想用这里3399搞定 都是小亮橙色电池85加的一个原装机器 而目前卡贴的13Pro 128G 报价则为2999起 显而易见它更符合注重手感的用户人群 最后的话还有这一款14PM也跟15采用的是A16处理器 同样有营动导 也是目前苹果的续航天花板之一 不锈钢金属的一个材质后置三摄 还有15没有 但是它却有了这个高刷体验 关键是现在只要4299就可以入手一台卡贴128G版本的 如果说是你的话 还会再去考虑什么苹果15吗